4月14号 NBA常规赛 胡仁对阵爵士 科比用一记法篮 完成了他的最后一套 这也成为他整个职业生涯的 最后一个进球 最终 在全场拿下60分的华丽数据下 科比带领胡仁赢得比赛 用最好的方式 做着最后的告别 当科比被换下时 全场响起雷鸣班的掌声 所有人都高呼科比的名字 厂下坐着他的太太和女儿 以及好友贝卡姆 奥斯卡影帝杰克·尼克尔森 嘻哈歌手JZ 还有昔日队友大鲨于奥尼尔 此时此刻 站在球馆中央的科比 想说的只有两个字 感谢 谢谢谢谢 从我的心里 我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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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庭 我家庭 我的妻 Vanessa 我每天都花在健康 工作和训练 Vanessa你保持家庭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我能谢谢你 走动 他 何必最后一战 科密们万般不舍 其中最幸运的一个就是李一锋了 除了能在现场见证科密的退役 这个真的是只有这一次了 没有了 就是你花多少钱 你花任何的东西 你也换不回来 让科密再回到NBA打一场 正规的常规赛的比赛了 他还有幸在观赛前一天 和偶像来了个面对面的交谈 我想知道你什么是你的签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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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点睡 我不觉得 不一定 不必应该想起来 能够亲证如此重要的时刻 李一峰不仅和科比留下珍贵合影 也如愿拿到了偶像金笔签名的球衣 而他也特地为科比准备了礼物 没错 正是百里图苏的坟祭剑 当初拍完古剑集团 李一峰把他带回家 是准备当成传家宝的 如今送给科比 也成就了一段宝剑赠英雄的佳话 不过回想起来 李一峰对科比的最初记忆 并不是那么美好 2003年乔丹的最后一次NBA全明星赛 25岁的科比却大出风头 让李一峰至今记忆犹新 其实刚开始我挺不喜欢科比的 特别是在乔丹最后一次全明星 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为什么他就一定得在这个时候 做出这么特立独行的事情 去抢这个风头呢 他那个三分把拖入了架石 没有让乔丹最后一次全明星 完成最后一次绝杀 也没有拿到最佳球员 没有让乔丹 大家希望的那个剧情去发展 中间他杀出来了 我觉得我真的很讨厌他 很不喜欢他 知道后面的一次次绝杀 科比用自己的努力 惊艳了所有人 因为他的美很无数次的绝杀 然后后来就被征服了 不可能完成的进攻 他完成了 然而英雄也难逃岁月和伤病的侵袭 三年前的那次跟剑锻炼 让科比意识到 也许是时候说再见了 你感觉好像心里有那个准备 因为自从那一场 跟剑锻炼那一场过后 他没有完整的一个赛季 一直在跟肩膀 他的跟剑都在做斗争 但是在真的在这个赛季开始的时候 你看到他有一点力不从心 所以当他做出那个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准备的 当然还是很 有一点难过 二十年职业生涯 五次NBA总冠军 科比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 也成就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再见科比 再见我们的青春 娱乐某场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核